您好 最近几天在全世界华人中间影响最大的事件 莫过于中国香港的病毒学家严厉门出逃 严厉门出逃在福克斯电视台第一次采访 被直播以后就已经成为全球自媒体最关注的话题 昨天严厉门又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的第二次采访 第二次采访的影响更大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数据 那就是福克斯电视台对严厉门的采访节目 已经雄剧福克斯电视台Top3 也就是第三名 收视率达到第三名 要知道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收视率 在线达到四百多万人 这个是全美最高的 很多人知道的那个CNN才一百来万人 只相当于大概福克斯电视台的四分之一左右 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影响力毫无疑问 已经雄剧全球第一 因为他这个四百多万人仅仅是付费的在线的观看者 其他通过网络 通过转播 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媒体 特别是自媒体 可以说已经引起了数千万人的关注 数千万人基本上都知道了 严厉门这一次被采访的内容 严厉门这次采访当中强调了几条 第一呢 就是说他手中有大量的证据 因为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 出于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关心 应该说他从去年年底开始 就广泛地收集与中共病毒有关的资料 而且他已经把大量资料提供给美国政府和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 当然美国政府评估他如此巨大的数量众多的资料 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为需要很多专家在一起开会研究 比对他们在通过其他途径 从中国获得的情报或者资讯 但是呢 可以肯定 就是说最终呢 美国政府呢 会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共 对人类展开病毒战的这个没落 也就是说呢 能够掌握清楚 所以说呢 严厉门已经成为现在 美国不仅仅是全世界华人社会最关注的话题 也成为了美国人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因为这个华人呢 在全世界虽然有多达14亿5000万 因为据说中国大陆的人口已经达到14亿 海外华人呢 多达5000万到6000万 但是呢 其实呢 在这个14亿6000万 这个全世界华人当中呢 真正关注政治的人口呢 按照我的估计是不到200万的 也就是说低于新西兰 就是说具有真正的现代公民意识 或者说呢 跟新西兰人相比 跟大部分新西兰人相比而言 就具有新西兰人那种公民意识的人呢 在全世界14亿6000万人当中 中国人当中的这个数量呢 没有新西兰多 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 也就是说呢 美国这个电视台也好 BBC英国广播公司也好 报道的这个中国消息 或者采访的中国人呢 还没有对新西兰报道和采访的多 当然更比不上黑人 如果任何人去查一查 这个福克斯电视台 就会发现 他几乎不采访什么中国人 他采访的黑人 比采访的中国人要多十倍到一百倍 也就是说呢 在全世界人类看来呢 这个黑人呢 比中国人 虽然在美国呢 只有几千万黑人 大约三千多万黑人 不到四千万黑人 但是他们要比14亿6000万中国人 重要十倍到一百倍 这就是黑名贵运动 牵动全世界的原因 所以说呢 福克斯电视台这一次 能够两次采访严厉闷 而且严厉闷能够雄距 这个收视率第三 就表明了 这个国际社会也好 美国人也好 开始把注意力 关注到真正重大的问题上 也就是中国威胁 也就是中国病毒问题 就像前几天 我的朋友 王清英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还问我 说美国人到底怎么了 一个弗洛伊德 一个按照我们 坐过牢的人知道的职业罪犯 终生都在犯罪的人的知识 居然能够在世界 集体渲染大波 美国人居然能够把这个事情 放在最重要关心的问题上 而把害死了十几亿美国 无辜人的这个生命的 无辜生命的这个中共病毒 和中国共产党放在一边 这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的确如此 我相信美国呢 美国人现在正在恢复理智 开始了认真地追究中共的责任 再说呢 美国的疫情 虽然最近几天达到了 这个确诊人数的最高分 但是它的死亡率却在 一直在不断下降 死亡率一直在不断下降 而且呢 慢慢呢 它的这个死亡率呢 就跟流感差不了多少了 这样以来呢 美国的这个社会呢 就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美国经济就会重新 这个启动起来 这样美国就能够有能力 来追究中共的责任 就说以前呢 川普政府可能担心呢 在这个美国正在遭受疫情 这个摧残的时候 如果要去讨伐中共的话呢 可能给自身带来巨大的伤害 那么未来呢 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呢 这个中共病毒呢 已经尾声 纽约呢 前两天居然连续出现 两天的这个零死亡 还有一天零确诊 就已经表明了 这个病毒 就是说呢 已经接近尾声 因为纽约呢 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 人流最密集的地方 它最有可能这个感染病毒 但是现在由于大量的 这个消毒水和消毒设施 都已经到位了 以至于病毒呢 现在在纽约呢 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就说呢 基本上不会造成新的感染了 所以纽约呢 现在反而成了 美国最安全的地方 另外一个消息呢 跟运度有关 那就是谷歌公司的CDO 人们都称它为匹财 就是匹财或者木财的那个匹财 它的名字叫Sanda Pitcher 匹财现在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谷歌的掌舵人 CEO 他呢 昨天打电话 给这个印度总理莫迪 表示要投资100亿美元 来拓展在印度的这个业务 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 这表明了 这个在这个中印之间 通过激烈的争端之后 这个谷歌终于决定 站在印度一边 因为我们知道 谷歌呢 在中国的业务始终有限 而且呢 始终受到排挤 甚至谷歌在香港的业务 现在也正在受到排挤 不得不离开香港 因为中共要求谷歌呢 审查 这个自我审查 或者呢 接受中共的审查 这个当然是谷歌公司 不能够容忍的 以前呢 谷歌曾经想方设法 委屈求全 但是事实证明呢 谷歌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所以现在呢 谷歌领导层 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 那就是在中印之间 选边站 投入印度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曾经在印度 尼泊尔旅行过 我知道那个地方的人 拥有两个巨大的优势 第一个是英语优势 因为像尼泊尔 还有印度很多班 很多地方 小孩子从一年级 四分之三的功课 就四门课里有三门课 是用英语讲授的 这样就使得 未来印度 尼泊尔的孩子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不便会英语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 没有互联网的这个防火墙 这就意味着呢 印度的孩子 几亿的孩子 能够同步地接受 英美的信息 这是不得了的 我在这个尼泊尔的时候 那时候呢 尼泊尔的那个孩子们 都用Facebook 作为这个交流工具 就是说呢 他们能够跟全世界的人交流 无所障碍的交流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对于印度人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 接受文明理念 接受科技新观念 非常非常重要 这就是大大的缩短了距离 如果说以前印度 仅仅具有这个民族制度 和英语的优势的话 那么互联网呢 就使得印度呢 跟全世界连在一起 真正的连在了一起 因为印度呢 有三亿多人会讲英语 而且呢 这个比例呢 实际上是每年都在 显著的提高 还有呢 凡是到过硅谷的人都知道 印度的CEO 印度的这个编程专家 已经在硅谷形成了这个半壁江山 就是不管是谷歌 还有很多大公司的CEO 都是印度人 这些公司呢 最终呢 都会跟印度深入的合作 而中国呢 防火墙呢 实际上它起的一个显著作用呢 就是使中国人的观念头脑 还停留在原始皇 秦始皇时代 本来呢 互联网 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 200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机会 就是说呢 能够跟世界广泛的交流 使得中国人真正的 走出秦始皇时代 但是呢 中共的防火墙 有力地阻止了这个过程 所以说呢 防火墙的作用呢 就是使得中国 中国人 中国人的心灵 与全人类割绝 与全世界割绝 形成一种独特的这种景观 也形成了 造成了十几亿人的愚昧 野蛮 所以说呢 中国人呢 只要共产党在 只要防火墙在 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人的基本观念 都会停留在秦始皇时代 所以呢 这个 谷歌公司呢 这个决议呢 是非常重要的 谷歌公司目前在印度呢 已经拥有五亿用户 另外呢 还有五亿潜在的用户 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因为我以前出门到东南亚 在印度旅行的时候呢 我知道出门旅行 离不开谷歌的三件法宝 第一个是谷歌地图 因为谷歌地图呢 它对于这个旅行者呢 它的重要性非常高 虽然现在苹果地图 在美国价值还不错 但是呢 谷歌地图呢 功能更齐全 它在寻找地址方面呢 更灵敏 所以呢 我第一 我离不开谷歌地图 而且呢 谷歌地图呢 即使你在没有上网的时候 它都能给你提供 卫星导航服务 也就是说 你只要手机里有电池 你就能够看地图 你就知道你在什么位置 从而呢 你也能找到交通工具 或者步行到 你想要去的位置 所以你看看 谷歌是多么强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谷歌的翻译服务 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都会遇到语言障碍 尤其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语言能力 交集能力 是全世界到所第一的 谁来帮助我们呢 谷歌 谷歌翻译 已经能够翻译成 几百种语言 所以说呢 我们任何时候 只要找出 那个国家的语言 跟中文对接起来 就可以进行翻译 甚至你都能学会 当地的问候语 或者奇葩 简单的交流的语言 所以说呢 谷歌翻译 也必不可少 第三呢 是谷歌搜索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遇到什么问题 最好的老师呢 是 就是谷歌搜索 它比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都能够更全面的 更及时的 告诉你一些 必须的知识 必须必备的知识 或者说也掌握一些 基本的概念 甚至你想做个菜 怎么办 OK 你查查谷歌 比如说 我前几天 一开始做爆菜的时候呢 我给它放到汤里面 炖了炖 结果它炖烂了 很不好吃 后来我发现 它需要先经过 这个油炒一炒 然后呢 它就变得很脆 很好吃 这个都是 就是我从谷歌里面 搜索到的知识 爆菜 怎样做 其他也是如此 你身体感到不舒服 第一个医生 OK 还是谷歌 你把你的症状 输入到谷歌搜索里面 马上你就大致知道 哦 这是一种什么病 比如说 我前一段时间脚很疼 我以为自己身体出了 很要命 很严重的问题 每天早晨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都是 脚觉得很疼 很不舒服 走路很难受 后来呢 我在谷歌一搜索呢 才发现 它是一种脚工严 是一种呢 就是不必太重视的毛病 也很难治好 所以呢 你不要管它就行了 这样就使得 我对自己的健康 又充满了信心 我又能够生龙活虎的生活 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 所以谷歌呢 是重要无比的 相信一个十来亿人 都能使用谷歌的硬度 将会渐渐地超越中国 远远地超越中国 而在防火墙内 不能使用谷歌的中国人 不能使用国际互联网的中国人 将始终像深刻盆里 深刻盆里的人类一样 保持在 停留在秦始皇状态 那最终的结果呢 是肯定要被淘汰的 肯定要被无情地淘汰的 另外呢 印度呢 最近呢 前天呢 还派出了 他的这个美洲 外交部美洲师师长 出使台湾 这是一个精心的选择 因为这个人会中文 到了台湾以后呢 能够无障碍地 跟台湾各界交流 而且这个人的地位 在印度外交部的地位 实际上高过印度 驻中国大使 这就说明呢 印度已经把这个外交眼光 转向了台湾 以后呢 随时可能跟中国 撤回大使 或是甚至断交 而跟台湾的外交关系呢 将会不断提升 这就 这将开启一个呢 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过程 中共过去几十年来 一直在打压台湾 一直呢 花费巨大的钱 可以这么说 不知道花了几万亿美元 在世界各地收买 这个打压 抢方设法呢 企图孤立台湾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潮流呢 即将发生逆转 中共 可能会不断地 在国际外交界呢 失去门友 本来也就没有什么门友 也就是说 失去那些被收买的 湖盘高涌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水灾呢 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 武汉呢 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呢 这个 武汉的这个 就是城市的平均海拔呢 只有21米呢 到27米 就各个地方不一样 高低不平 但是差别不大 也就那么五六米之间 但是呢 现在江面的水位呢 已经达到了28.76米 就是说呢 它已经成了一个天上的河 悬浮在这个武汉人的头上 然后呢 最高的地方呢 高处7米多 那么武汉的这个 它的这个危险水位是多少呢 就是当地能够防范的最高水位呢 也就只有29.73米 也就是说呢 只要再过一米 河水就会漫出来 而且呢 如果持续多日的话呢 底下会出现 很多地方会出现那个小漏洞 一点点的小漏洞 一点点小漏洞 慢慢扩大 慢慢扩大 就会变成管涌 管涌进一步扩大 就会造成塌方 塌方到最后 大坝就会破裂 这个现在的这个河水呢 已经超过这个武汉呢 平均三层楼到四层楼之间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这个7米 7米差不多就是两三层楼了 三层楼 最高的地方已经达到差不多 将近四层楼 这是非常危险的 也就是说呢 长江呢 已经是悬河 大家不要以为武汉城市很大 长江水很小 不是这样的 现在长江的这个面积 非常大 非常宽阔 比平时你看到的要多出好几倍 而且水量达到什么程度呢 达到了这个 每秒钟 达到9万灯 可以这么说 如果一旦武汉溃堤的话呢 那么也就短短几十分钟之内 武汉全城的水位都会达到两米深 也就人们都得呆在水里面 甚至很多人 甚至上百万人都可能被淹死 而且呢 中共呢 最近呢 好像已经处在瘫痪状态 没有人这个关注武汉的情况 这个我看到一些视频表明呢 中国的这个抗争救灾水平 几乎还停留在这个 200年前 甚至秦始皇时代 因为很多那个灾民呢 都自己背点东西 然后呢 成百上千的 徒步射过那个水灾区 然后呢走上踢霸 这个还要你政府干什么 现在那么多的这个防洪救灾的工具都在哪里 你那个 你政府对水位难道不能有足够的监测吗 难道你对那个 就是灾民要撤退的道路没有足够的监测吗 如果你有监测的话 你肯定知道 比如说 几点几点钟 这个公路就不能行车了 那么在此之前 你就要把这一代的村民用车给运出来 中国有大量闲置的大客车 军车警车等等 就是说社会上闲杂的车辆简直多如牛毛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一种 几乎这个半崩溃状态 就大量的经济活动都停止了 你在此生活车辆那么多 你说你接触几十万人 那个灾民出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但是没有人在指挥 没有人在协调 弄得中国人呢 还不得不就像原始的动物一样 我看了那个景象我心里很难过 我觉得中国人就像牲口棚里的动物一样 政府招呼 说那地方不行了 可以踢吧 马上就要破了 你们赶快出来吧 好 这些人就拎那个小包袱 或者背着一个小包袱 扶老邪幼 然后蹚着水 再走出城庄 这 这跟两千年前 亲子皇时代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这再次向人们证明 在大部分领域里面 生活领域里面 中国人还停留在亲子皇时代 好 今天的这个消息呢 主要就为你播放这三个方面 谢谢您的收看